你們本能使用喔 我不能進進人家 你知道我要跟著人家 大甲鎮藍宮發放疫苗3OK卡 保障信徒都打了三劑 能夠安心跟著媽祖繞進 但網路上卻傳出有民眾投持步 有信徒在社團PO文爆料 無奈問3OK卡真的有用嗎 表示雖然是用自己的身份領取 但是領完之後再轉讓給未完成3劑疫苗的人 還不是有風險 他說自己身邊就有人轉讓覺得好生氣 連媽祖都要騙 也實際在其他天文看到有民眾留言 說自己只打了兩劑 想要找人代辦3OK卡 遺物很豬啊 人家如果拿去 他如果拿去給別人用啊 也是有可能啊 就是各有行政啊 要參加就是要遵守大家的決定 是不會借別人啊 幹嘛借別人啊 難得來不會借給別人 信徒聽了都直呼誇張 認為祈求媽祖保平安 不應該存僥倖心心態 去違反防疫規範 而每一張3OK卡上面都有編號 領取之前需要提供接種證明 以及身份證電話 在發放的時候我們都有進高 CU就是絕對不能去借別人 會有各自的疑慮 然後也會有什麼 就是會怕去跟政府的防疫規定 會有衝突到這樣子 廟房在遶境時採用抽查的方式 來防範盜用的情況發生 如果有人違反規定 也會以請衛生局進行開罰 6號下午市府又有安排 行動疫苗接種車到大甲 幫信徒施打增加保護力 每天限量100劑 大甲媽遶境8號即將起駕 就怕疫情又會再升溫 各地應變措施不能少 沿途南遙宮電安宮廟內禁止打地鋪 繞進的隊伍相剋都不能夠進入校園 來確保盛事舉行時一路都平安 GV的新聞中部中心最後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